嘿上课啊现在呢是要讲 endocrine的功课 哎啊 第一个哦啊这边有一堆东西 啊不同的endocrine system 对不对那么你就命名好咯 命名下来咯 啊12345678那一号呢 我讲明了啦是P2Itali OK不用烦 P2Itali 他画到他画到很下面啦下面垂下来的 那个hypodylimus在上面一点 哎所以一号是P2Itali啊 然后他们的其中一个hormon你就写下来 啊就这样子了 P2Itali的hormon很多啊我知道 你找一个来写就好了 OK啊在这边下面的哪一 你只要写号码就好了 哪一个是endocrine跟exocline gland OKendocrine是内分泌 就是我分泌荷尔蒙 给我们的血液 然后让他带去给另外一个器官 叫他开工做事情 exocline呢是外分泌 外分泌是什么意思 我要分泌的东西呢 是流去身体外面的 OK 那么这边哪一个是呢 那么你要去跟我找其中一个的腺体哦 他除了分泌荷尔蒙以外 他还有分泌 他还有分泌 例如泪水 例如消化液 例如口水 例如 我不懂任何 哦 例如汗 汗也是exocline 消化液肯定是为什么啊 这个我不懂跟你们讲过吗 我以一个圆柱体为例子啊 这个是眼睛 他的嘴巴 啊 其实就是中间这个管 所以一个人吃东西呢 东西其实没有 仔细的想 没有进过你的身体 他只是经过你的消化道 他还是在你的身体的外面 你的身体的里面在这边啊 然后消化道东西在吸收进身体里面了 所以分泌出消化道的东西 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 如果你可以做的话 你是一个exocline 一个外分泌的机构而已 OK 然后这个 那个是那个咯 只有一个罢了 答案只有一个罢了 然后 啊 二号是有一个荷尔蒙 他可以增加血钙的浓度啊 OK 这个也是只有 这个这个是 啊 上科有讲 啊 所以自己做 然后 Active and VR I young become smaller and less active when we are as we grow old OK 这个啊 我会讲说 你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会走 growth hormone的路线 你知道吗 OK 他现在是要回答你 Glant 他不是要回答你 Hormone 他不是要你回答 Hormone 所以你走 growth hormone的路线 就讲 哦 这样Pituitary咯 很危险 为什么 你年轻的时候 Pituitary active 你老的时候 Pituitary就 Lex active 不是因为你老 I mean 不是因为你不需要 Become smaller 不是嘞 I mean 懂啊 Pituitary还有负责其他工作 嘞 不是因为 你你你你老了 他就 他就 他 关 关掉了 所以不可以回答Pituitary 那么啊 这一边呢 要回答的是那一个啊 增加metabolic rate 这个 这件事情 啊 因为你的小 你小时候 你要growth and develop Hormone 所以你的身体的metabolic rate 要很高 那么你大的时候呢 你的metabolic rate 就要降低下来 因为 你人生没有这么精彩 OK 接下来有哪一个Hormone呢 可以regulate metabolic rate 跟hip production 同一个Hormone OK 3跟4是同一个Hormone来的 然后5号 regulate blood sugar level 啊 这个不用讲了啦 应该很熟了啦 OK 啊 whose under circulation may result in mysel edema in adult and criticism in 啊 children OK mysel edema呢 是属于一种 然后credeism呢 是呃 呆小症 如果我猜 你看到这个credeism 你就知道 是哪一个 荷尔蒙 如果 分泌很少造成的 那么你也可以找到 它的那个腺底了哦 肯定在吗 呆小症 OK circrete hormone that increase renal absorption of water to regulate the body osmotic OK 呃 那个 有一个荷尔蒙 它可以控制你的 肾脏的吸收水分 来调节你的身体的 肾脏鸭 这个哈 水分啊 肾脏啊 那还要烦什么 对不对 只有一个荷尔蒙做这个 对 那么这个荷尔蒙又是从哪里出来的 这个你也懂了啦 然后7号 呃 现在 现在呢 有一个 荷尔蒙呢 它可以增加 那个 啊 我忽然看到那个字了 前面这字我不踩 我看到后面这个字 Fight or fly 啊 只有一个荷尔蒙做这个 只有一个腺底做这个 OK 很简单 然后 It's the master endocrine gland OK 这个荷尔蒙呢 是所有荷尔蒙的老大 他命令其他荷尔蒙做事情 那么从这个图来讲呢 你啊 一直往上去了 OK 去到最上面 不可以在上面的 他就是master endocrine OK啊 endocrine的老大的话 我不是在讲说整个什么身体体内的 regulation的老大 那个endocrine的老大啊 哎 自己上去找 OK 然后第二题呢 第二题呢 是在讲 Tiroxene的secretion 然后P跟Q represent endocrine gland 然后T跟U呢 represent hormone P跟Q是gland 耶 然后STU呢是hormone 然后这边这个gland也写出来了 叫Tiroid OK 那个identity呢 啊 我要讲什么啊 那在我的slide呢 或我的视频里面哦 啊 在我的slide跟视频 哎 这边没有 啊 endocrine OK 在我的slide跟视频里面呢 你要去看说endocrine呢 我有讲到一个part 就是啊 分成条 分成调节 OK 啊 那个叫什么啊 从上面命令下来 然后从下面回馈上去的这件事情 那么啊 那个叫我们的Tiroxene呢 跟我们的sex hormone呢 这两个哦 是少数有三层调节的 OK 所以P跟Q你都知道了 三层调节吗 就这三层调节 这个 那一二三 哎 Tiroxene是第三层 然后一根的这个啊 在你的脑的啦 P跟Q 然后STU是荷尔蒙哦 如果U呢 是X荷尔蒙的话 那么T呢 就是 啊 啊 X-Trobin 然后U 哎 sorry U U就是X-Trobin 然后T呢 就是 如果U 啊 这样子讲 OK 不用烦 如果U荷尔蒙是叫做U的话 对 如果U荷尔蒙叫做U的话 那么T呢 就叫做U Trobin OK 然后S呢 就叫做U Trobin Releasing Hormone OK Label on the graph with positive mechanism by using Trobin 减 哎 这一题在讲什么 啊 如果我的出现 会造成你增加的话 那么你就写加在那边 如果我的出现会造成你减少的话 那么你就写减在那边 哎 我给你一个例子 例如P跟Q的关系 啊 P跟Q的关系 P跟Q的关系哦 Q有分泌一个荷尔蒙叫T吗 然后P有分泌一个荷尔蒙叫S吗 当P的这个S荷尔蒙增加的时候啊 Q也会增加那个T的 所以P跟Q的关系呢 是正的 那么你就写在S这边是正的 OK 所以还有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 啊 符号对不对 你要写一个在T的旁边 写一个在U的旁边 OK就这样子了 啊 OK接下来这一题是同考题这边 啊有五个荷尔蒙 哇有五个荷尔蒙哦 然后呃关系到呃 女孩子的生殖系统 我没看完女孩子的生殖系统 啊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先啊 不要紧张 这个图呢 上面是一个neurosecretary cell 就是在hypothelium 只有它有罢了 它分泌一个荷尔蒙A 然后进到血管 来到这一堆细胞 这一堆细胞呢 其中一个名字叫cellX 然后哦 hypothelium分泌的荷尔蒙A 叫cellX分泌的荷尔蒙B跟C OK 去影响卵巢 然后卵巢呢 又会分泌荷尔蒙D跟E 诶 卵巢又会分泌荷尔蒙D跟E 然后去影响啊 z这个气管 或者这个组织 哇 你看哇 这一层很多东西哦 来啊 所以什么是structureY Y在哪里 哦 Y在这边 OK Y在这边 Y呢 是运输 荷尔蒙的管道 这个应该不难教对不对 啊 血管哦 然后X is the cell of which endocrine gland OK X是哪一个 内分泌的gland 那个 直接对到hypothelium的gland 只有一个罢了 啊 你去写了 然后identify hormone A and statics function Hormone A是这个 OK 那个啊 啊 Hormone A呢 是一个 Trobin Releasing R E L E A SING 是一个Trobin Releasing Hormone的耶 为什么 因为这个Cell X哦 它release的荷尔蒙哦 是一个Trobin hormone 然后 啊 这个A呢 它是叫这个Trobin hormone Trobin hormone release更多 所以它是一个Trobin releasing hormone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就写 啊 啊 你在我的事儿里面可以找到A的啦 OK B跟C呢 regulate secretion of hormone of ovaries 然后 啊 就找B跟C 那 啊 啊 C呢 是Pituitary 我只可以这样子 C是Pituitary啊 Pituitary有分泌两个荷尔蒙 是AIM住卵巢的 YAH 你就去找这两个荷尔蒙出来 啊 这个有一点 呃 董种呢 他是把这两个 这两个荷尔蒙捅成一个名字 然后SPM呢 是把这两个荷尔蒙分开两个名字 那么 啊 你给脸的话 你就写三个名字 因为你觉得麻烦的话 你写两个名字 一个名字的那个 你在这题不可以用 OK 如果Hormone ABC 改变的话 那么Hormone DE 哎 sorry 如果Hormone D跟E 呃 很多的话 那么Hormone ABC 有什么改变呢 OK 那么你就要讲 你要留一个 有一个关键字在这边 OK negative feedback 如果 Hormone 呃 D跟E太高的话 诶 它会negative feedback 回去 给 啊 那个叫Hormone A 跟Cell X 那么Hormone A 就会reduce 然后Cell X 就会reduce的 然后 which label Hormone are sex hormone Name this hormone OK Sex hormone呢 啊 是 由 那个 生殖器官分泌的 嗯 然后这些是什么Hormone 啊 你Name this hormone 哦 讲Name了啊 你不要跟我写D跟E 啊 你跟我写D 是什么E是什么 OK 然后这一题呢 是Peptide Hormone跟 哦 它这样子分啊 OK咯 这个我有教吗 我分是分Peptide Steroid 跟Amy 不过这个题目呢 它是把Peptide跟Amy 放在一起 然后Steroid放在一起 哎 OK来 所以你们就 写P跟S啦 OK 那个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啊 首先是看名字 OK 啊 有有有 可以做的可以做 如果OID的话哦 OID 如果OID的话啊 你一定是Steroid Hormone 如果OID 你一定是Steroid Hormone的 然后你如果你是 Nin-Nin-Nin的话哦 你一定是Peptide Hormone的 哎 这是一招 那么第二招呢 就是 地方 从哪里出来 那么啊 只有两个地方 有本事做Steroid Hormone 一个是 Adrenal 而且不是哪里的Adrenal 嘞 是Medula 就是Adrenaline的Medula 可以做Steroid Hormone 另外一个就是Sex Gland OK 只有这两个Gland呢 可以做 Sorry 不是两个Gland 只有这三个Gland呢 可以做 啊 Steroid Hormone 这三个Gland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Adrenal Medula 第二个跟第三个呢 是Sex Gland 因为 男女有别 所以按照这样子的思路呢 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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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 哎 啊这个Oi的那个呢 我扫描一下 应该 只有一个机会用到 好了 哎 那么啊 这个功课就到这边 啊 记得要做功课啊 啊 开学角 哦 我扫描一下 对 我扫描一下 我扫描一下 不用了 我扫描一下 我扫描一下 你扫描一下